不顧远警就在旁邊 男一男子竟然 男子真的很大膽 不只打朋友巴掌 就連女警他也敢動手 朋友還想換夾 但男子情緒越來越激動 稱是用手推了女警的下巴 隨即被壓制在地 上銬帶回警局 受罷在台北內湖 這也是餐廳林立的737商圈 原來三名客人來到小吃店一起飲酒聊天 疑似合罪吵了起來 警方到場處理 其中流行男子不願配合髒話狂飆還突襲女警 飛踢男警跨下 即使身體被制伏 嘴巴仍舊繼續辱罵圓警 本案民眾分別有辱罵圓警及攻擊圓警的行為 但因兩個行為均時間緊密 本案法官以刑法第135條論處 而該罪最終可處三年以下有期突刑 迪至限斷列 酒後動手動腳 傳案以罰害公路罪嫌送罰 最終被法院處 拘役20天 這裡請陳光宇台北報導